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到处都是泄密 这样的一些事情 最近大家特别爱聊 包括说窃听 说电话 甚至有人跟我说 手机只要能听见自个声音 你就被窃听了 弄得我现在要是跟人打电话 一听见自个声音 我马上改口风 我最近国家城市一片大好 问题是 你有什么东西不能让人听的 哎呦 多了 你发现没有 电视剧也就暗算 就整个有一种大家在探讨这个情报工作的 你知道最近出了一个事儿 肯定是挺逗的吗 说一个电视台的女编导 25岁 然后原来是外地人嘛 那么他工作在北京嘛 他就找一个人 这个人呢 跟他说我是国情局的 哦 央视的嘛 他是 不要瞎说 是啊 报纸报的嘛 就是 说是 国情局的 某台 某台 这个国情局的这么一人 这人说答应可以帮他办北京户口 然后说还交什么 增荣费 什么叫国情局 没这个局 他瞎编的嘛 他就瞎编 没有这个部门 这这里的 你说还是个干传媒做编导的 但是大概常识都知道 没有国情局 要不说他也没户口 大概是边外的 所以还收他两万块钱 户口什么征用费 他认识个男的 他说是国情局的 收了两万块钱帮他办身份 一年都还没帮他办成 情报工作进行的必须 然后到后来户口 户口没给他办成 就开始发展他要当特工了 就跟这女的 这女的热血沸腾 其实我们也有这种 要做秘密工作了 你知道吗 当年就是我做党的 这个新闻工作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的就是说 那种 有人发展你啊 有人发展我 就凭你都行啊 不是 我们到今天 这个六还潜伏了 你也是潜伏搞半天 我们老领导跟我讲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呀 那是很光荣的 那是这个 为了保守党的机密的 有些问题 以前播音员呢 对啊 非常机密 外国人不能做 中国的播音员 不能报道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 热血沸腾啊 感觉 那你就有点像孙宏了 特我 我都想当特 然后说这女的嘛 这国情局长就跟他说了 说发展你当特工 然后呢 宣示 要宣示写保证的 写什么保证呢 为了国家利益 要献出自己的一切 必要的时候 为了国家利益 奉献自己的肉体 对 这一直是这样说的 女间谍的第一条战线 就在床上 这是国际上都有这样的 看来国情局还靠谱 结果呢 马上就实习嘛 领到酒店里就开房嘛 然后就国情局这老兄就说 你还没结婚呢 还是结了婚呢 就说你开放一点 开放一点 咱们来奉献 这比 这比涛维根的 领南大学 那个 更惨 那个也是为革命献身嘛 第一次献身了 然后这个所谓的国情 这个姓程的这个 闹情是一诈骗犯 因为在最近的一个大学招生的违规的一个案子当中 把他给敌住了 敌住了这一交代 才交代出 身上还有一些什么复印的一些新闻文件 还有这钱 是吧 是谁的 才把骗女编导的这个事 说出来 那那个女编导 就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给人骗啊 哎呦 这女编导 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他去采访 还跟他这个上级汇报 说我要去采访 上级说 来这经费 这个情报工作嘛 经费我们都负责 然后这个 这个女编导呢 到四川采访期间 采访都 一想啊 经费都是上面负责嘛 花了一万多块钱 买了还很好啊 这女编导 买食品啊 买方便面 买什么 都就代表 代表国情局都捐给这个 赈灾赛民 然后问题 回来找这个人报销 客户工作报销呢 以后再说 真的还是假的 报纸登的 京华时报 这可不是我编的 这真是 国情局局长啊 现在在海淀区法院获系 这位假国情局局长 程超俊 被以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六年 不是 这根本不能叫 假国情局局长 因为根本没这个 没有国情局啊 有国安 有国保 没国情局 哪有国情局 这最近泄密 确实是干嘛 英国的这个诈骗 这个 报销门 骗保门 你知道吗 消息来源 也是来自于一个特务 英国特种部队里边的一个人 他在一年前还是两年前 得到这些这么多的议员 报销的那个 那个那个内存 然后他跟报纸的人说 说你能不能全公开 他那还是做好事 但是现在英国空军 你知道吗 又泄密了 好家这回惨了 这下泄密出来啊 多位英国空军高官 这问题严重了 嗯 召记 吸毒 嗯 婚外情 这也管啊 哎呦 这也是英国空军内部泄密 你知道吗 你说他能泄这种 这是丑闻 就是他们的内部 可能是审查他的军官 吸毒是犯法的 是吧 吸毒是犯法 他是内部 其他两个是主义 生活作风 不这么 但是他内部审查军官 嗯 但是当时这个情报啊 刚刚丢失的时候 从英国空军基地丢失的时候 他们也是企图掩盖 说是啊 丢了这个大概几万个 这个空军士兵的一些 个人资料 现在登出来才知道 是这 是这么一个事 对 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满世界 好像都是 说起来英国挺丢脸的 就英国呢 其实最近几年老出这种事 嗯 就情报部门老丢东西 丢在火车上的 没错 就什么事都有 但是很丢人的地方 英国本来是间谍大国 嗯 就他是 英国跟以色列 对啊 据说是世界上 一种间谍传统的 莎士比亚时代开始 对啊 就已经有这个伟大 间谍传统的 搞到现在 我们也有泄密的呀 你知道吗 我们泄密了一份重要文件吗 城管 城管内部编的这个手册 哦 给他网上出来了 对 好像大家一看 又什么了 又什么 这有意思 我真是太落后了 现在 这个不是我编的啊 这说这城管秘籍 说对人家用的专门的词啊 叫做这个相对人 你知道吗 就是相对人 这个什么意思吗 就你的执法对象 执法对象 就你面对你的人 就说要打到什么呢 脸上不见血 身上不见伤 周围不见人 是就这个意思啊 就城管不是老人说暴力执法吗 就是抓小贩 就用暴力吗 原来呢 他们有本手册 是教育他们的 这本手册里头居然白纸黑字 就写着呢 就说你要打了以后不留痕迹 不要留痕迹 旁边还别让人见到 要动作要快 而且后头还说什么呢 说那个遇到需要暴力执法的时候呢 哪里的城管 哪里的城管 就北京的一个城管教材嘛 哎呀 然后这个教材里头还写着呢 就说当你这么打的时候呢 动作要快 心呢 不能够软下来 要一气呵成的完成 没错 没错 你看 这北京公安局还回应了 就是说呀 呃 这个东西 我们是编了 但是编了之后就发现用词不妥 所以呢 没准备要公开的 但是呢 没准备要公开 实行了吗 也 人家说也 也没实行 也没实行 用词不当 就是 脸上 我跟你说后来还解释 有个公安警察大学的一个教授 出来解释了 说是 因为是他们编的嘛 他说呢 其实叫人打的 不要见伤 啊 这个要 不要让人看到呢 意思就是叫你打轻点 哎 你看 我教材内容摘录啊 要是相对人 呃 这个脸 脸上不见血 身上不见伤 周围不见人哈 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 一次性做完 不留尾巴 一定要干净利落 我看这李小龙的截拳道 不可迟疑 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 整个过程 要做到心态平稳 一无杂念 不可慌乱 不要考虑自己是否是相对人的对手 就是打不过 你也别考虑会不会把相对人弄伤了 此时应该达到忘我的状态 这基本上张三丰五学密切 对对 因为修修金庸小说 广告之后见 忘我的状态 所以这个街头的风景啊 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最近你知道在广州 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我知道那有一个海珠桥 是啊 海珠桥成了一座什么什么桥 两个月内 12个人 一个这个往下跳 跳 最近的一个 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发生了一个什么很怪的事情 一个人 也是欠什么工程款吧 然后说我上次跳过楼了 跳过楼不好使吗 我这次就折腾海珠桥 会引起注意 于是呢 他就在海珠桥上 他要往下跳 按 我跟你讲 他不是很高啊 对 他不是真的要死 他是抗议 对不对 谁知道呢 你说这个民工讨心的 你知道本来啊 凡是采取这种方式的 按说我们都应该非常的同情 对吧 一个人 要叫你 你怎么不去 手上绝对 对吧 可是呢 太多了 你知道吗 弄的老百姓啊 也有点 你比如那天 因为要警察要双向堵住交通 底下弄那个气垫子嘛 对吧 那么老百姓就底下就喝嘛 因为挡住这个市民上班了 就喝嘛 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 说你跳啊 高仓跳下去了 脑也跳下去了 于是这时候有一位老爷子 上去了 上去了之后就骑在那人后边 说咱们握个手 握个手 哥们 哎 想救他嘛 这六十多岁老爷子握个手 结果这人一看把手一握 这老爷子 就把他推上去了 推上去 右臂在这个桥梁上绑梗了一下骨折了 然后光机摔在哪啊 摔在那个气垫子那个脚上 最后说呢 气垫子嘛 还没有充满气 腰椎骨折 这可能就残了 你这腰椎骨折 你看看当时这一幕 这个视频 在海珠桥上推人的老者 叫赖剑生 66岁 本周四 在跳桥者陈富超 与警方僵持了五个小时之后 他爬上大桥 出其不意的将陈富超推下了桥 推人之后 赖老伯被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在第二天凌晨已被保释回家 据了解 赖老伯曾当过兵 三年前 洛西大桥也出现过类似的跳桥事件 当时赖老伯是救人的英雄 不过三年前救人是一举 这一次推人却吸引了不小的争议 有网友认为他是法盲 也有网友认为 海珠桥一个半月内的跳桥事件已在十次以上 赖老伯的行为虽然偏激 但却无罪 而被推下桥的陈富超的母亲 因为儿子受伤 情绪反应地理 你知道这事还有个说法 有人就说赖老伯 后来还跟记者解释 说他干嘛这么干 干嘛推人下桥 他说他觉得这才叫救他 就因为他以为下的气垫已经弄好了 就说他老在这 闹呢 还不如把他推下去 然后他肯定也是安全的 没想到这 这老爷子上回不是救过吗 他自己以为自己就是专家离手了 知道怎么救 推下去那就好了 对对 这个是比较可能的 但是现在人家控他的 你做出这个行为 人家是可以控你 当然了 涉嫌故意伤害罪 当然了 是吗 实际上也伤害了别人 他就是啊 实际上也伤害了别人 然后呢 你说为什么这是个问题呢 你看这几张照片 这个 这个跳楼啊 它成为一种一种问题 你看看这个下面就是 像几个民工 对吧 咱们这导演给出一下 在楼顶上 啊 你瞧 说我们要跳楼 讨新 实际上呢 也说是在有说有笑 又在抽烟 然后你再看下边一个 这好像是在南京还哪 我忘了 大街上三三三个人过来 哗就脱衣服 人家有人说有人全裸拉 有人全裸拉 最后就穿着三脚内裤 三个人趴在马路上 干嘛呢 也是表示抗议 说讨新 可能是讨新 你说还是有一个一个女的 就是为了讨回两万块钱 欠债 就是大概是就是说 别人欠了他钱了 法院都判了那人要还了 但是可能就是不还 这这女的急了 急了就爬那个高压电塔 嗯 他想引起人注意啊 爬到十五米高的时候 真打着那电线了 当机就被高压电电的 掉地下死了 你说 所以啊 你做公安也不容易啊 那是不容易 那这些案件报上来 当然我们常常 我们站在网上看 比方说那些巴东的 什么事情 对不对 我们会觉得公安有时候执法 打人的那个 那个太可怕了 那个这个是真是滥用权力 这个是根本滥用 但是你反过来讲 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人这么多 社会转换这么 你叫你做公安的话 你讲这些事情怎么办 天天碰到头都痛死了 没错 要不说有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不能这个站在上头 说风凉话 你知道就是在街上 包括在很多县乡镇 这个里头啊 这个执法者 行政者和这个这个 面对着的人 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觉得 可是这里头 我觉得 我们要考虑一点 就是说这些人 他走到这一步 比如说躺在街上裸体示威 或者跳楼自杀 这时候他遭遇到公安 对不对 那这时候公安 跟他这个遭遇 其实是最后一道防线 就其实说在公安出来处理这些事情之前 社会是应该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缓冲机器 所以他们就说嘛 你那个海珠桥啊 应该不能最后一道 应该在那个海珠桥下边 建一个信房点 不是信房点啊 上楼之前 有泳池 你的问题要能解决 你就别上去 解决不解决 你上墙得有个批准 对不对 还有一条主要是 比较类似在香港 或者在美国发生这类的事情 公民抗命啊 其实你要付代价的 就是你走到这一步 比方说你今天试着 你都闻他 徐始冬我发生天大的冤状 我徐教律对我很不公 我妈少穿衣服到中环街上一睡 那当然交通也就被阻止了 但是警察最后把你带走了 那余下来你得要 犯法的 犯法 你要罚款 弄得不好 被这个这个检查机构 就控制 你反正你就很多很多麻烦 但是你可以有充分的理由 报纸可以非常同情你 你达到了你的 网款都同情理由 引起了注意 你可以把你之前的冤情 全部在报纸上讲出来 但是你还是要受罚 这个这回海珠桥这个人 好像也是要涉嫌受罚了 但是现在的你想 一排民工坐在上面 这个说说笑笑 然后说要要要跳 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这个没有这个抗命的受罚的这个意思 他们的和要求是合理的 我相信他们觉得自己完全做的合理的 但是他引起的这个后果 比方说他这一段交通堵塞了 所有这些事情 因为 现在变成了一个啊 就是我秀顾我在啊 就是谁都想你必须要想办法吸引人的眼球 必须要想办法让别人注意你 你拍广告也要 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可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觉得这事太悬了 可是问题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了吗 最近又有一个大学生不是找不着工作吗 到无锡一公司去 说无锡公司他答题考试出来一提 说把我雷到那个外交里嫩的 说雷到什么程度 这个有一道题就是 如果你从48楼上跳下来 摔不死 我就骗用你 你对这个怎么理解 这是一个问题 我估计这公司 什么意思啊 这是用人单位啊 现在招人啊 要测你考你的这个问题啊 就五花八门啊 出这种题 你从49楼跳下来 要摔不死 我就用你 你对我 我对你这么说 你怎么说 然后呢 我估计这公司大概是不准备给他发工资 可能先得知道一下 到时候跳楼讨心摔不死 是不是呢 最近在网上也是在说这个雷人的题目 对 不 但咱就说这个跳 你像你说的那个 那卢武炫呢 卢武炫这一跳 那是另外一种 也是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 对不对 他那种死 那就是说 他相信除了他的生命以外 另外有个更高的东西 他这一死就会引起所有这些东西的变化 而且啊 你说现在这个什么事都是一个顶个来的 现在叫我注意到他们管朝鲜 最近的这个这个这些事 叫悬崖战术 卢武炫也是跳悬崖 嗯 你看朝鲜 就是地下荷包 嗯 就给你逼到镜头 打地对空地对地 导弹 好家伙 其实说有自杀也都是这样嘛 对不对 嗯 就我刚才想说 就是说你当然可以说这个公民抗命 是需要付出法律代价 那自杀不一定是公民抗命 有时候自杀 他不一定是想抗命 他纯粹就是想用死来威胁一些事 但问题是一个人怎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所谓走到绝路啊 那之前有没有人去阻挡他走到绝路 我觉得就很悲哀的 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民工用自杀的方法来讨薪 这就表示他之前试过各种门道 本来欠薪水的不给他的是那些企业 但他还真拿那些企业没办法 真拿那些公投没办法 这是为什么呢 对不对 有时候你比如说像法院都判了 那个公司是要付法律责任 是要把钱赶快还给这些欠薪的民工的 但也还是可以不理啊 那些公司 就执行 执行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可悲 每次看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难过 就是他们中间是任何一道闸都挡不住他们走到那个高楼楼边那一地步 好心无非就是要一些钱生活的好一点 是 你死那是生活的那就彻底没了嘛 这个到后来要么就是一个手段 就是想好了我其实是不会死的 我是引起一个抗议手段 要么就是憋气了就是一个人想不通了 到时候就是对真的就觉得是世界太不公道了 而且他也没真没钱过日子了 有的还因此欠债 但是我跟你说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 你听了一个前一截也挺惨的 贵州好像还是这么一个地方 一对夫妻俩 然后就是就说相约啊 吃农药 这个死 然后你知道吗 两个人相约都吃下去 吃下去之后这个老婆 后悔了 吐出来 眼睁睁就看他老公躺地下就死了 到后来公安一发现原来是什么 他老婆外头有人了 用这个办法 用这个办法让他老公自杀 然后为了跟跟跟那个走 这样算计啊 这真是人心太那个了 这什么怪事都有 那你像你说自杀不是很难的事 你看最近我看一个材料 四个小学生 你信吗 四个小学生没有任何理由自杀的 吃老鼠药 就自杀 可最后爸爸妈妈说呀 他没有什么压力啊 我们对他都很好啊 一开始人们就谴责呀 说是这个 学习负担太重了 什么什么 其实不是 就是四个小小小小小小 小伙伴 有一个小伙伴呢 一年前自杀过 没死成 然后四个人聊天 聊聊聊说没死成 说咱们这次在一块试 好都吃老鼠药 那你说这是 他就完全 这是游戏吗 游戏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网站 当然我们在中国是上不去的 有很多这种自杀网站 教你自杀的方法 联络自杀 就想来问您播出 走向二零一 与此认识 了解一下研究怎么自杀才好 而他们觉得自杀是没问题 因为玩游戏玩得多 这个